台北曾有座棒球場 有滿場的棒球迷 有一支又一支的全美黨 是許多傳奇與紀錄的原點 中華隊傳奇球星 由亞洲巨砲綽號的呂明慈教練 替獨賣巨人90周年 台灣適合宣傳配音 搭配過去台北球場的歷史畫面 肯定勾起不少資深球迷的回憶 呂明慈曾經效力巨人軍4年 在第一年就敲了十六發全雷打 大響名號 週日他將和同樣效力 過巨人的後備江建民 一同在大巨蛋擔任開球嘉賓 日值球迷期待的豪門巨人軍 週四中午抵達台灣 新監督阿布聖支柱率領的巨人 和黃山軍暴力員 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令人期待 但是李明寺那個時候 因為畢竟大家出國的風氣 沒有像這幾年那麼榮譽 所以當時大家還是從電視媒體上面 看到李明寺在海外表現的消息 像江建民去挑戰巨人隊 那個時候2000年代初期 我自己也看過一場江建民的 先發的比賽 而且那一場還是對手中日隊的瘋王戰 那當然近期楊帶剛就不用講 很多球迷 週五早上巨人軍將踏入大巨蛋 練球適應場地 連球瓶都期待的這場台北賽 球迷記得持續鎖定 我們的相關報導 以及兩場對抗賽的轉播服務 回來體育台兩位黃化軍採訪報導 かな 我們早期待會 お待會兒 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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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